梁國雄議員 納粹德國那時謝偉傳議員出生了沒有 所以如果你說過去的事我不清楚 所以我不管 這個根本人類就無需要有歷史 其實關鍵是什麼呢 當一件舉世注目的事 誰說要去查 誰禁止人去查 現在 共產黨的政府自從八九之後 八九六四之後 六四打兩個字內都不行了 都不讓人說不讓人查 丁子林作為一個 這個死亡者的家屬 聯絡了其他的死亡者家屬 拿了些資料 幾百個人去撞告這個政府不受理 這個 大部分的人 在六四在網上發表文章被拘禁 主席 我真的很想謝偉傳議員買一本書 我最近也有一本 叫六四日記 廣場上的共和國 封從得住 最新的了 還有陳小雅 現在都在大陸 是中國社科院的 副教授 還在大陸的 他都寫了一本 非常之詳盡 謝偉議員 我拿來你的辦公室 下年就不要再這樣說了 你說看完之後 你覺得應該殺更好些 還有一本 還有一本就是由這個 史丹福大學 出的 一九九二年出 他是怎樣說呢 他就是在六四當日收集了北京十一間醫院的四百七十八人死亡資料 而由此做一個模式推算 應該北京的 那時候的北京 一百二十四間醫院應該有二千八百人死亡 那大家讀科學的嘛 推論 死了啊 問題死得對不對 主席 這就是最頂癮的了 通常大家都說不知道 不清楚 沒有留意 就是梁振英 梁振英在一九八九年的六月五日 就是這個廣告了 各位看著 這個廣告 即日的 六月四日殺人 六月五日已經出到 是不是 他說什麼呢 第一 深切哀悼所有壯烈成人的北京愛國同胞 第二 強烈譴責中共當權者血腥屠殺中國人民 三 向文匯報全體員工致崇告敬意 那要略作解釋 因為 文匯報 就 在這個 六四那天 就出開千槍 就說痛心疾首 那他就向他致敬 這個是梁振英 看一下 謝議員 現在是特首來的 他已經看到了 那當然 他可以說叫鄧小平拿什麼獎都可以 說過獎也是 主席 我今天特地穿這件衣服的 就是 梁振英說不應該拿獎的那個劉曉波 謝議員 或者各位建制派的議員 六四真是未完 劉曉波先生 我未必同意他 但是他在六月二號去勸那些同學 不要再絕食了 不要犧牲自己的政府 不值得為他犧牲 但是那些同學堅持絕食 在六月四號晚 劉曉波先生 是在廣場 他是和那些同學 一起去 談判徹底 中間還有 這個 侯德建 這位台灣的歌星 大家都知道這件事 全部寫了回憶錄 劉曉波先生也因為這樣 是被捉了 困了四年牢 再在1996年 寫這個 雙十宣言 勸這個國民黨和共產黨和解 又判三年的牢教 再刀刀 大家都知道 就是零八憲章 在2008年 起草這個零八憲章 呼籲中共政府 和解 實行民主憲證 大哥 2010年拿了和平諾佩議獎 梁振英竟然說 鄧小平應該拿 鄧小平應該拿 什麼獎 我不知道 但是劉曉波先生 因為六四這件事 到今天還是受苦 現在應該他在 這個監獄裡 應該吃飯的 以我坐牢的經驗 吃完飯就睡覺了 要回倉那裡看書 這個六四哪有緣 還有這個 李旺陽 你知道啦主席 看下啦 是不是 去年 在現在這個 差不多的時候 接受香港的有線 電視的記者訪問 說明 是 寧可撼頭 也不回頭 要結束一黨專政 平反六四 他本身也是六四 的受難者 因為 他是湖南省邵陽市的 公志聯 的領袖 在八九年之後 坐了十二年牢 十二年牢 眼瞞 手腳都逼 他出了獄之後 還要去追究 跟著因為去年 公開揭露 他受的慘況 公開呼籲大家 要繼續 平反六四 被人自殺 二萬五次 香港人上街 我們有沒有記性 有沒有血性 主席 講開些事情 當然講完了 我覺得 你都有份 不過舉不到例 這個 這個就是你 叫這個政府 不要鎮壓 這個就是 喬其中學的校長 曾鈺成 主席 我副口婆心講 今年六四要更加多人去 悼念六四是悼念死者 悼念死者奮鬥的目標 為民主 我呼籲更加多人去 記住 今年六四 讚爆維園